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日发生的热门事件 加拿大首个地震预警系统正式启动 安省宣布外国买家税升至20% BC突发多起袭警案 加拿大电影设置组在美国遭殴打抢劫 南本阿比啤酒厂遭破坏性闯入 欢迎来到SG前方空间站 今天是3月30日星期三 我是Ashley 热点资讯一站锁定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 首先为您播报头条新闻 加拿大首个地震预警系统正式启动 当地时间3月29日 加拿大政府宣布 全国首个地震预警系统已经正式开始安装 而首个传感器将设立在西温的马蹄湾海域附近 由于BC省延岸及周边岛屿处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附近 所以地震学家一直预测将会有超强地震发生 作为加拿大西部最大的港口城市 温哥华也将在地震发生时受到巨大损失 加拿大自然资源部表示 全国目前有1000多万居民生活在地震易发地区 而这套地震预警系统将会给这些民众提供应对灾难的时间 据了解 一旦地震发生 这套系统可以提前将强度和发生时间通过全省应急短信系统向民众全面发出 这使得民众可以尽快寻找躲避地点 各隧道和大桥也会随即关闭以确保对生命安全的保障 作为联邦政府应急管理战略的一部分 该系统将于2024年全面上线 下面为您播报加国新闻 安省宣布外国买家税升至20% 当地时间3月29日 安省政府宣布将外国购房者的税率从15%上调至20% 并取消了一个允许外国学生和工人在购买房地产时获得退税的政策 并且将加大打击房地产市场投机行为的力度 据悉 该政策将于今日起正式生效 此前 国际留学生在连续就读全日制学校两年后 便可以享受购房退税的福利政策 而持有贡献者也将在其工作一年后获得类似的退税补贴 但有不少民众表示 这大大给予了投机者炒作房价的机会和可能性 相比于安省 位于西部的BC省早已选择通过高昂的外国买家税 以及严格的退税政策来限制日益飙升的房价 自疫情以来 加拿大全国的房屋价格已经上涨了52% 而人口繁密的大多伦多地区甚至上涨了近80% 如此以来 阻止投机和控制房价将会成为加拿大未来的新目标 BC突发多起袭警案 近日 BC省多起有关警方执法 但遭到嫌疑人袭击的案件引起了民众的广泛关注 在本月26日至28日间 共发生两起执法警员遭到暴力袭击的恶性案件 有一名Kelona皇家骑警遭刀具刺伤 另一名本拿比皇家骑警受到拳脚殴打 虽然这两起案件完全没有任何关联 但仍然引起了大门地区警察委员会的注意 由于加拿大严格的控枪法规以及安全的社区环境 这间接导致了警方对武器管控和防范的警惕心理大幅下降 Kelona皇家骑警表示 26日晚间受伤的警员是一名有着8年执法经验的资深人士 由于只是非法占有公共土地的轻微事件 所以当时警员并未预料到嫌疑人持刀对他进行袭击 不过有不少民众表示 BC省警方的温和态度使得犯罪分子越发的暴力 政府应该对暴力袭警事件推出更严厉的刑罚 加拿大电影设置组在美国遭殴打抢劫 当地时间3月25日 一个加拿大电影设置组在美国旧金山附近的山区进行拍摄时遭到殴打 并被抢走了价值至少3.5万美元的设备 网友拍摄到的视频中显示 剧组在停车场正准备将器材从后备箱卸下时 隔壁车上的两名歹徒突然下车攻击该设置组成员 命令期躺在地上 而车上的另一名设置组成员也被歹徒持枪威胁 最终两名歹徒将所有设备都装进了自己的车上才开车离去 受害者随机报警 在接受采访时其中一名受害者表示 这两名歹徒的动作十分迅速且暴力 整个过程就像是在抢劫银行一样 而且感觉已经观察设置组的行程一段时间了 才有办法如此高效率地完成所有动作 这名成员也提到 其实损失价值3.5万美元的设备固然令人苦恼 但更麻烦的却是 他们丢失了所有25日拍摄完毕的录像 且当天是整个电影拍摄日程 历时8个月的最后一天 现在却需要重新来过 旧金山警局则表示 由于山区地处偏僻 调查还在进行中暂时无法提供任何相关资讯 南本拿比啤酒厂遭破坏性闯入 3月18日上午12点30分 警方接到报警 称位于南本拿比Barrisford Street和Daisy Avenue 拐角处的啤酒厂Studio Brewing 遭到了一男子破坏性闯入 本拿比皇家骑警的声明称 警方到达后 该男子仍在对啤酒精酿仪器进行破坏 期间警方试图口头安抚嫌疑人的情绪 但嫌疑人态度十分强硬 并对一名警察发起攻击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警员用电击枪将其制服并逮捕 据悉 嫌疑人是一名33岁的男子 案件造成了两扇外窗和啤酒精酿仪器的大面积损坏 一名警员也因遭受到嫌疑人的攻击而受伤 目前这家啤酒厂仍处于暂时性关闭状态 案件具体细节警方也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这里是SG新闻空间站 我们明天见